开赛首日 强风搅局 选手们历经将近7小时的赛事洗礼 耐心的考验成为最终关键 最难的部分应该会是在国陵上的处理 因为风非常的大 那推杆就是要站很稳这样子 然后时不时还会被吹倒 那就是要再重新设定 我觉得今天风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大 扬声球场电信冬季气候 考验着选手们对风势及风力的掌握度 明日之星安和佑在第四栋 打出精彩的一杆进洞 首届冠军石成轩抓下三只小鸟 不负众望并列领先 不论替台 球道或是果领 每个关卡都是魔王级的巨大难关 第九栋那个开球应该要再调整一下 因为今天就是被吹到右边 我没有想到风那么大 因为毕竟昨天我也是那样打 但是反而没有就是今天这么夸张 今天直接被吹到山上去 有几栋的开球会再调整一下 然后还有推杆的部分 就就是要再练一下 首轮赛事结束共六名选手并列第一 除了要克服球场乐区增强的风势 更要能稳定发挥球技 将外在影响因素降至最低 为自己寻求领先契机 3 2 感谢观看